转换心情来关心校园消息 花莲高农张伯雅同学 在全中运高女组100公尺决赛 标普了大会记录 她不为逆境以顺处逆境的表现 更荣获了2021总统教育奖 在地企业国立国实业和罗马建材董事长黄新正 特别捐出了10万元奖学金 为亲战乡长由苏贞来代为转赠 花莲高农学生张伯雅家境清寒 不过她热爱跑步勤奋苦练 在今年全中运打破了高女组100公尺大会记录 她勇于挑战努力不懈的精神 还荣获了2021总统教育奖 吉安湘在地企业立国实业和罗马建设董事长黄新正 特别捐出10万块钱奖学金 给张同学更多的鼓励 因为我们想鼓励运动同学 她是26年来难得一见的人才 打破大会记录 所以我们公司黄先生董事长 想给这位学生一个鼓励 希望她能成为我们花莲第二个基镇 吉安湘南游淑珍接受企业捐赠 并且把奖学金转由花农校友会 交给张伯雅同学 湘南游淑珍感谢企业的肯定与支持 感谢企业友爱 温暖我们的教育 谢谢我们立国实业 跟我们罗马建设的董事长 黄新正 黄董事长 为我们牵起了这份教育爱跟关怀的 这样的一个鼓励 实质上让我们在这一次全中运 拿到全国第一 也是在我们一家六口贫瘠的生活 面临了许多的困境的突破之下 让我们可以得到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肯定 谢谢我们黄新正董事长 为我们教育的付出 我们相信他的抛砖引玉 可以带来更多孩子们正向的学习发展 在自己的能量也来作为更大的突破 也让大家看得见 我们再一次以我们感谢的心 来谢谢我们黄董事长 黄董事长也亲自写了一封信 鼓励张同学 期待他上大学之后 可以继续突破自我 成为第二个扬明国际的 非要的林阳继任 谢谢旅会原相报导